今天我们来特别关心俄乌战场的最新情势 越来越诡诀 乌克兰的参谋总部宣布 乌军已经击中了战科伊的一套S400 画面上我们特别来关心到S400的这一套系统 另外在另外两个地方 一个叫做伊夫塔托瑞亚 还有佐诺摩尔斯克附近 还有两套的是S300的系统都被击落了 造成俄军的防空 现在可以说看到了它的一个重大损失 另外乌军也说了 成功破获了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座炼油厂 造成了当地损失的金额高达了5.4亿美元的 一共是达到150万吨的石油 还有石油产品 那我们就要特别看了 乌军我们上次前几天聊了非常多 从地面的接战 现在变成刚刚我们特别看到了这些远程的打击 这样的战爆可信度到底有多高 乌军现在是比较稍微战上风了吗 近期最大的战略重整就是这一项吗 预言怎么看 对乌克兰来说策略的调整是有的 但具体的数字或者是损失的情况是不得而知 因为这是乌克兰方面所说的 有些俄罗斯不会承认 而有一些则是双方的说法不一 或者双方都是报喜不报忧 就比如过去在乌克兰曾经说过 在罗斯陀夫地区乌克兰击毁过俄罗斯的六架飞机 但俄罗斯马上就反映说 其实我击毁了你五十多架的飞机 所以其实具体的状况怎么样不得而知 但是它的改变是有的 而目前俄罗斯公开承认的是说 乌军战机首次攻击了俄罗斯的本土 叫做比尔哥勒多 象征了这整个态势的冲突跟升级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以及它的战事调整 第一个主要是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 解除了对乌克兰用援助的武器 攻击俄罗斯本土的这项禁令 所以当然对乌克兰来说 没有这个禁令 我当然就可以来做一些调整 我当然就可以来直接攻击俄罗斯了 所以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沙利文 他也在最新的采访当中证实 没错就是乌克兰确实是可以来直接攻击到俄罗斯的本土 那只不过拜登强调 没有要攻击到莫斯科 但是其他地方简言之士是可以的 那么随后普丁也在多次的来做回应 说如果西方很多次的向乌克兰提供了这个武器 而且打击到了俄罗斯的相关目标的话 那么俄方就会采取不对称的回应 这其实已经是在十天之内两次来做这个说明了 所以这都象征着如果西方去持续的升高的冲突 或者是跨到俄罗斯方所不断所划的底线 那么当然整个的紧张跟冲突只会越来越剧烈 第二个原因对于乌克兰来说 就是实际上战事的客观条件 因为当前俄罗斯所占领的四个区域 四个主要的这个州啦 乌东四地区 乌克兰是打不下去的 乌克兰是没有办法在地面上的部队来进行反攻的 目前呢就是乌克兰的这个陆战 陆军呢是非常疲蔽的 因为如果我们单纯想说 不仅是这所谓的炮弹啦 武器上面的不足 对于兵源上面乌克兰也是缺乏的 而且呢在士气上也是衰弱的 就俄罗斯的部队轮调 基本上呢可能呢来了两三个月 他们就可以回去修整 就重新的再轮值 可是呢乌克兰是同一批的士兵啊 可能都要打八九个月 所以对于士气的衰弱啦 或士兵的体力跟整个作战能力上面来说呢 是不如俄罗斯 所以在实际上地面的部队 乌克兰可能已经是没有办法来做回应 那他当然只好采取别的策略 采取这种远边 远程式的攻击 才能够来发起别的战果 更何况这还是西方国家 是好陆战现在 乌克兰方面已经刚讲得非常清楚 失去优势 那么就只好空中采用远程式 那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 俄罗斯他要守住他的空优 也有一些最新的一些措施了 这是来自于俄罗斯当地的媒体的报道 这个二星社 他说呢 俄国企业Force的公司宣布 将会为俄军击落 如果你可以击落这些西方援助的 F16战斗机上面的飞行员 或者是士兵的话就可以拿到一笔奖金 如果说你击落的第一架F16的飞行员的话 你第一笔奖金可以获得1500万卢币 换算新台币大约是545万 那你之后每次只要击落一架战机 那你奖金就是新台币大约是落在18万元左右 现在也要来看到说俄军正式的要来打F16 那我们如果说俄军 乌军的部分派出速57战机可以吗 将军怎么看 我认为这个除了战机之外 也包括地对攻飞弹 包括A400跟A300 所以要击杀F16 它有空中的包含苏凯57 但是不要忘了俄罗斯它有苏凯35跟苏凯30 甚至它可以用苏凯27都可以对F16做拦截 第二个A300跟A400是地对空飞弹 那地对空飞弹也可以对F16造成威胁 所以F16它对调了不是光只是空中的威胁 也包括地面的威胁 但是我认为现在的乌克兰这个F16 想要发挥它的空中的能力的话 它有四个限制 第一个就是说它的训练够不够久 够不够成熟 它要训练20个飞行员 这20个飞行员没有战场经验 都是菜鸟 飞行时间也非常少 有临时招训过来的 它的训练扎不扎实 要训练非常扎实 才能够发挥这个武器装备的性能 尤其是F16系统那么复杂 不光只是要飞行 你还会操作武器装备 另外不要忘了 你还有电站 电站要去操纵 因为不管A300 S400 你没有电站去干扰它 它已经发射上来 然后这个苏57或苏35 苏30或苏27 发射了空队弓尾弹过来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做干扰 做拦截 而且它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它是欺敌的吗 还是真的 你要去做战场的预判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电子站的参数 俄罗斯都大量地收集 经过这两年多的乌克兰战争 你看它的神舰炮弹 神舰炮弹一枚是210万台币一枚 我们拼上一枚炮弹的7万块 但是神舰炮弹一枚同样大小 同样的口径有210万 神舰炮弹现在都不准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有干扰 让它神舰炮弹失效 变成偏移 造成偏移 没办法命中目标 所以神舰炮弹不能用了 那海马斯火箭 海马斯火箭能够精准 命中目标只剩下20% 因为80%被干扰 干扰 干扰掉了 所以这是电站能力 那俄罗斯收了多少的电池频谱 它拿了多少的大数据 它的电站能力是不是做提升了 经过两年多 它都会把这些资料 都变成它是大数据 然后做分析 那这样的话 这个在F-16跟空战的时候 它用的是美式的装备 这些相关的这些频谱 俄罗斯都掌握了 会不会在电站上面 这个俄罗斯占的优势 或者是这个菜鸟的 乌克兰的飞行员 刚玩去的F-16飞行员 会不会占到劣势 这要考量 第三个战场经验 因为经过两年多 俄罗斯的这方面的战场经验 都非常丰富的老飞行员 那现在乌克兰它没有战场经验 飞行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战场经验是临场感 你从来没有一直在 这边模拟飞行 你没有临场感 为什么要演习 就是要增加临场感 演习四同作战 那它都没有 从来没有作战过 而这些俄罗斯的飞行员 经常在那边出任务 它变成成熟的 有战场经验 有临场感 临战精英的这些飞行员 那这样的话 这个乌克兰所架的F-16的飞行员 面对这个俄罗斯的 这些老辣的飞行员 它能不能克里置身 我认为这个是个障碍 它能不能菜鸟赢老鸟 我认为这个要去考虑 这也是个风险 我认为都要做客观的评估 另外最后一个 第四我认为 众赏之下必于勇富 打下第一架 是1500万卢布 那众赏之下 大家就尊先恐怕打第一架 不管是地对空飞弹 S-300 S-400 打也好 或者是空中的 这个苏57 或者苏35 或者苏凯30 苏凯27 都想每一个 都想拿拿1500万 每一个都想这样 变成国家英雄 打下全世界第一个 打下这个F-16的 这个乌克兰战争 会不会这样子 也会造成俄罗斯 在这一方面 因为重伤 它在这一方面 会不会大家身先处 都在研尼它的战法 怎么去破F-16 现在美国给它F-16 是最长程的空队空对飞弹 可以打140公里的 AIM-12栋 M-12栋 它已经到第八版了 第八代了 因为它一直更新里面 已经可以打到140公里 它一直更新 那俄罗斯有没有掌握 它最新的数据 因为它每一代每一代之间 都有点小小的差异 那俄罗斯有没有精准的掌握 精准掌握的话 它发射这个AIM-12栋的时候 那个俄罗斯的话 把它干扰掉 然后就发射这个空队空对飞弹 去打这个F-16 就看谁的 这个战术战法的配套 还有电战能力 还有飞行人操作的 这种成熟的技巧 我们就把统盘来做考量 才能知道 这个空战谁胜谁负 毕竟来这样来看 总乎来看 因为刚开始是菜鸟 那俄罗斯的话 这边是老鸟 目前的话 整个来做评估 俄罗斯稍微列战上风 好 除了战场上面 武器的PK 我们来看到这个 外交上面的一个斡旋 大家知道是 接下来在本周末 就会登场在瑞士主办 为期达到两天的 这一场乌克兰和平会议 好 这会议是由 这个瑞士所举办的 那接下来会有 瑞士的政府说 有90多个国家和组织会参加 当中大概有一半的国家 是来自于欧洲 那先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包括在中国大陆 跟俄国的部分 都不会来参加 美国总统拜登也 没有参加 是由副总统贺锦丽 来参加这一场论坛 我们今天要来关心说 三方的代理人会是谁 那这一场会议 我们也来补充一下 它的目的是希望探讨 如何在国际法 还有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 实现乌克兰全面的公正 还有持久的一个和平 好 先来请教 拉斯您如何看 这一场会议上面还有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关注的 我觉得是一个开始而已 我也不敢说是一个好的开始 因为俄罗斯不出席 中国也不出席 至少是一个开始 看看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案 会被提案了 不知道是来自于欧洲国家 或这个瑞士政府 或是连乌克兰会不会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 来解决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问题 但是很难克服的是 但是乌克兰的底线是所有的国土都要还给乌克兰 所有的国土俄罗斯的军方必须要退出了 对 那俄罗斯不愿意的话 那我们就不会达成一个共识 所以其实要看斯林斯基总统 他会不会让步一点 那如果他真的决定把一些土地 交给俄罗斯的话 那真的是一个好开始 但是除非他做下这个决定 真的看不出来 他们这次有大型的会议 会有什么具体的方案出来 OK 拜登为什么不去这一次 他可能忙选主吧 他今年有选举 不是因为他年纪太大 或他会累来 而且他上礼拜有去欧洲 所以在两个礼拜之内 去欧洲两次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两个礼拜之内 两次赴欧洲是不可能的 而且他也有跟选举有关的重要性 是 好 汉庭继续补充 中俄都不来 美国的大头也没来 接下来举办这场论坛 为接下来俄乌局势发展 能有什么样的结果吗 当然没有 这其实就是大家各自召开了一个会议 并且各自跟着自己有所需要的 不论是支持者也好 或者是国内的群众 以及本身所参加的 那他表达了一个自己的想法 但是表达了这个想法 对于实体上的主要当事国家 没有任何的居属力 而且在目前来说 因为最主要做主的 那还是美国嘛 主要做主还是美国 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讲 或者是对于俄罗斯来讲 那他们自己本人不参与 那背后做主的人也没有到 甚至是有机会 或者比较有权力 来做调停的当事人 也都没到 因此这个会 就是一场大拜拜一样 那开完了之后呢 其实也就没有更多的下午 当然啦 我们还是可以比较乐观地看待 他们的一些言论 或许能够让当事人听得到 好 谢谢汉庭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